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 口罩 颗粒颗粒的一个 测试机的一个使用方法 首先我们机器已经就位 然后接好气源跟电源 这里是气源 直接插到这里 插到这里就可以了 接完气源之后调好气压 这里气压调到0.5个兆 蓝色部分 接好气源之后 机器充完电 这个时候我们首先第一步 要在下面这个箱子里面 但是箱子里 这个是我们的气氛胶的一个 配方桶 这里面 打开这个 打开这个盖子 然后将盐水 配到里面 我们的盐水比例是 每500毫升配5克的盐 这就是一个比例 然后装完之后 就直接给它推进去就可以了 就直接给它推进去就可以了 今天来我们讲一下这个 软件的一个使用方法 以及这个工序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控制电脑 会补的比例子 然后这两根呢 是我们的一个电脑软件的空性线 好 这里上面有标识 一左一右 一左一右 首先我们把这个左边这个插上去 然后再插一个 插好之后呢 我们再点击电脑 属性 然后点击设备管理 这个时候我们要观察一下 这一个通信端口吧 通信端口有一个三一个四 这个时候呢 三个四 我们这个 左边这一个呢 端口是三 右边这个端口 是四 这个时候我们要确认一下 它有没有 端口有没有对 这个时候把这个 拔掉 拔掉的时候我们看一下 哎 它现在右边 左边这个是三 那就没有错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四插上去 有了 然后再退出 退出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测试软件 双击打开 打开之后 第一步 我们选择一个 系统交的通道 选择还通道之后 点击设置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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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设置的是一个 气体流量啊 这里一个单层 一个双层 单层是32 双层是85 然后一个采样的时间 每个10秒取样一次 然后一个测试时间 120秒 其他的就不用管啊 我们直接点击确定 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 把这个融泵布 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是一个单层融泵布啊 好 放到夹具中心位置 中心位置 然后 按下这一个气动开关 好夹具科模之后 在软件上操作 点击 开始测试 然后我们把它切到这个测试数据画面 现在数据已经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上游颗粒跟下游颗粒 然后这个 过滤效率 以及这个穿透率 向下游颗粒 在哪里指点击 一会一来试 拿坏 那会 护车 你来试 你来试 然后 这一会一来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 现在已经测试结束了 最后一个测试 我们以通常0.3通道最后一个数据为准 76的一个过滤效率 OK 那么我们的一个测试就结束了 然后这里点击数据 这个是查询 查询测试结果 然后你这些码要提走的人 全卡 对 是1万成1 好 这是查询刚刚有的一个测试结果 然后点击退出 好我们的这个单纯的一个测试就结束了